天上下起了青蛙雨 吓得两人急忙钻进车里 从窗户里望去 青蛙还噼里啪啦往下掉 窝了个乖乖 仅仅用了2.14秒 青蛙就铺满了路面 就差汽油烧锅了 赶紧点赞关注评论区构头保护 大壮认为这肯定是天灾 话音刚落 远处黑压压的飞来一群蝗虫 钻进了胡同里 随后就传来撞车的声音 等他们赶到后 发现车上都是黑乎乎的虫子 而肇事司机却不见了 就在这时 消防栓不停地晃动 阀门冲开 从里面飞出无数虫子 紧接着又从信箱 大炮口中飞了出来 他们汇聚到一起 向远方飞去 另一边 一艘航母钻进下水道里 男孩急忙蹲下身子 把手伸了进去 随后就传来一声大叫 小帅急忙跑了过去 拔出胳膊一看 上面竟然都是鲜血 可他却说自己没有受伤 小帅低头一看 溪水居然变成了红色 旁边的水龙头也喷出红色液体 这也太诡异了吧 牧师说 这就是圣经中的实灾 果然话音刚落 附近的农场就死了一大片奶牛 足足有几万头 紧接着就下起了冰雹 青花瓷杯子被打得粉碎 人们急忙躲进屋里 不过一个小伙却跑了出去 开车逃走了 佛伯勒根据车牌号去找他 可还没到家 天突然黑了下来 瞬间把他们笼罩在内 找到男人后 他竟然说一切都太晚了 随后就想自杀 因为下一个灾难就是长子灾 果然小美从窗户望去 人们纷纷倒在地上 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 小美问他今天干了什么 他说我今天什么都没干 就是早上念了几句圣经 正是实灾的那一章 难道他练成了传说中的 言出法随 紧接着小美拿出一本道德经 让他念一遍 当他念完后 人们都慢慢站了起来 小镇也恢复了平静 如果你学会了言出法随神功 最想说什么呢